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官票晚安 我是刘祝华 外资在今天持续在线货卖了117亿元 而且期货今天多单又大幅减少了 于是大盘跟贵买今天同步灌破了月线 AI概念股今天全部绿油油 但是专家说这些族群准备要红了 哪一些再开始破话第三级的行情呢 红海今天表现还不错 盘中再度创下两年以来的高点 即便已经回到两年以来的高点 但是专家说股价还是太便宜了 而且现在三大题材万事俱备 连东风都来了 东风是谁等一下告诉您 今天专家还要告诉你是 怎么样养一个 可以每个月给你孝亲费的股儿子 今天庆隆要秀出他的账单 告诉大家说 虽然很推崇台积电 但是目前的资产配置 债券的ETF 甚至跟台积电买更多 所以现在的现金 PACY在哪里最安全 今天专家来告诉您 四位专家 首先要请到惠子老师晚安 说好晚安 大家晚安 庆隆晚安 说好大家好 临终晚安 说好大家好 看位晚安 说好大家好 台股今天开低走低收最低 因为电子的压盘 AI的拉回 使得指数下跌了 一百七十一点 收一六八八七 一万七千点整数关卡灌破 今天还跌破了一万六千九百点 量能今天比昨天稍微缩一下 到两千九百亿 是不是一个定心丸呢 三件事情令我担心 第一个今天 大盘也好 贵买也好 同步灌破了 月限了 第二个是外资 外资不仅现货 今天卖了一百一十七亿元 持续买 期货的多单 今天一口气减少了两千五百口 使得目前期货的多单水位 就回到了万口左右 第三个是台币 最近我们这一波相当担心的新台币 跟我们难兄难弟的人民币 今天都已经开始质贬回升了 但台币在今天还是弱 在今天三十亿块钱的价位 还是在盘中出现了 所以要担心 外资还是有出走的疑虑吗 电子全只股今天压盘 尤其台积电先把月限给跌破了 红海在今天盘中还不错 一度扣关带一百一十六点五块钱 但是联电今天除息 配三点六块钱的股利 在今天盘中由红翻黑 所以处于贴席的价位 今天除息的是这些 慢慢的迈向填息之路的有这些 但是在今天处于贴席的 有没有机会慢慢的填回去呢 今天AI跌 还有前一阵子面板今天也拉回来了 观光族群在今天强弱分歧 而且震荡幅度相当的大 还有今天的除能全部都拉回了 钱跑到哪里呢 今天日K连黑股 几乎有一些钱撤出来 日K连黑筹码松动了吗 原来钱跑到了生技族群 跑到了今天的游戏概念股 是不是已经在布划第三期的行情呢 当然亚洲股市今天大多拉回 唯独只有大陆股市跟香港股市 因为传出大陆的国有银行 大幅的抛售美元要来救人民币吗 所以今天人民币开始指贬回升了 于是今天亚洲股市当中 上阵涨了1.2% 恒生指数香港股市今天涨了快要2%左右 那台北股市呢糟糕了 在今天灌破了月线 尤其散户指标出来了 今天最新出炉 中央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调查 最新公布整个指数66.66 比5月攀升了2.99 但重要的是这里头 大幅推升指数的来自于散户信心 相当重要的指标 未来半年投资股票的时机 这一次大幅攀升 攀升了17.3点 可以说大幅攀升 这一次攀升的幅度 几乎回到了我们疫情之前了 哎呀 散户通常我们说跟大盘是反指标 临终请教您 如果现在散户的信心大增 对于大盘现在要拼多头 到底是福还是货 当然直接讲可能是不太好 那举个例子就像你去菜市场买菜 那那个菜饭告诉你说 台积电未来半年 可能会上涨到哪里的感觉 就像插协同理论 我们来Google一下这个字 消费者信心指数 那你在新闻上可以看到 在今年的1月4号 那新闻有说 就是创下13年来最低 所以经济衰退会比照 2000年跟2008年的 网路泡沫跟金融海啸 那你看到这个消息 应该吓破胆 因为创13年新低 但是当1月份的指数 大盘是在14199 那今天跌那么多 还有16887 其实已经上涨了2688点 代表这个指数如果往下贯的话 大盘通常可能会比较乐观一些 那反过来 如果未来半年 大家觉得可能是一个 买股票的好机会 那多头可能真的要稍微谨慎一点 OK 好 多头要谨慎一点点 外资在现在跟着新台币走的话 还有出走的疑虑吗 内资 其实贵买是昨天率先拉回回测月线了 所以投信的结账压力还会再蔓延吗 今天节目当中一一来告诉您 今天麻烦的是大盘跟贵买指数 今天同步把月线给灌破了 惠子老师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灌破了月线 本来我们还在想说就是要修正还是转弱 现在应该是转弱了吧 对 现在是转弱 因为基本上来说的话 这一次的话呢 上次从这里上来的 这整个轨道已经是跌破了 那再来的话呢 上次上来的时候 它几个惯性 第一个不补缺口 所以它其实每一个缺口 在之前都没有回补 但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其实放假之前 它已经开始破坏它原来的惯性 而这表示什么呢 这表示它告诉你说 我涨到这里后要休息一下了 所以的话呢 这一段来说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一直拉到最高的时候为止 到这两天的时候的话 就在放假之前 那放假之前的时候 那其实就已经开始补缺口了 惠子老师这次休息 到底是要蹲下来休息 还要躺下来休息 现在来说的话呢 因为这个幅度是相当大 所以你现在拉回来的话 会先往缺口附近去做测试 所以短线上来说的话 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在 只是说今天因为是第一天跌破月线 但是月线它是上升的月线 所以的话短线的话 再下来它会往上弹一下 但是弹一下之后的话 这个月线来说的话 慢慢就有可能会走平 所以以后月线的话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它没有这么大的意义 因为以后它可能就不是 一条上升的月线 那这样的话大盘就很可能 会回到之前 今年前几个月的那种 大相形格局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这一段里面的话 在指数上面涨比较多的 那个行情大致上是过去了 再加上说最近这段时间里面 外资的热钱进来的时候 那么同时也让很多资金 就停留在类似AI的大型股票上面 然后加上投信的作帐 也在六月的时候发挥到最极限 所以等于是你类资外资的力道 都同时发挥下去 那现在外资的话呢 因为台币已经开始 有很明显的一个贬值的幅度 所以这样的话 撤出来的资金 应该短期不会马上再回去了 是好那我问 第一个结论就是 接下来可能月线 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月线现在 虽然往上可是即将要拉平了 第二个是台股在接下来 可能回到今年年初大商行整理 那个股的波动就很大了 我先来问AI 来看到今天AI的通通 AI概念股在今天 散热也跌 细致财也跌 NB也跌都跌 AI概念股如果接下来大盘 大的商行整理 它会处于什么的位置 我觉得AI概念股来说 资金会慢慢有一些测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最近的话 AI这一波上来的行情 最主要从上次的 这个黄仁勋来的时候 他点名了两档股票 一个就是呢 一个就是我们的技嘉 另外一个就是美超微 他点了这两档股票之后 美超微开始大涨 然后一直到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技嘉也开始大涨 但是你看美国的话 在美超微 其实在我们放假之前 他就已经开始在转弱了 所以的话 美超微转弱之后 在AMD转弱 那昨天出现的现象就是说 你这两个转弱 但是NVIDIA是抢的 那是NVIDIA可以把两个人带上去 还是这两个把NVIDIA带下来 但是以昨天来看的话 是另外两个把NVIDIA带下来 那现在美超微的走势的话 他目前的本益比 大概也只有20出头 所以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 那你现在的本益比 就变成比较没有比较的空间了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因为AI相关的股票 他也涨到本益比相对来说 比较高一点的阶段 所以除非是美超微那边 再度转强 要不然短线上来说的话 这一个因为涨幅很大 所以通常在这么大的涨幅之后 都会进行一个大的一个大的一个相形整理 是好 所以AI拉回来 谁还可以报 谁要快跑 我们10点钟的节目告诉你 但是如果AI概念鼓虑了 这大的相形整理 有下有上 哪一些族群准备要红了 所以的话呢 你会看到的话 今年的很大特色就是说 今年每一个族群都是走很大一段 然后走完那一段之后的话 就休息很久 然后休息很久之后的话 又换到下一个族群 所以你看像今年一开始的时候 前面的时候也是AI概念鼓先带 然后带上来之后 他们都休息 休息之后换别的族群 到五月的时候呢 又换到AI的股票 但是其他人又休息了 所以我们先来看 就是说以现在来说话 今年一样有题材 但休息比较久了 然后再来第三季 又有新题材会出来的 大概几个族群 那今天其实有一些 已经开始在点火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到的话 就在军工的部分 那军工其实也是今年上半年 曾经非常火红的族群 但是可以说从五月份 一直休息到现在 他已经休息要两个月的时间了 但是后面接下来到六月底 到七月的话 其实就有相当多的 相关的题材会陆续出来 第一个包括像日本千页的无人机展 那这个是马上就来了 那再来到七月底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家队的无人机采购 就是原型机要正式的交出来亮相 那原型机亮相之后的话呢 通过审核之后 接下来就会进入正式采购的阶段 也就是说前面的话 它是一个话题 但是到七月出来之后 它就会进入准备量产的阶段 那就是要转换成后面的业绩了 所以的话呢 这个题材就会变成什么 更加的有一个实质支撑的题材 所以的话 因为这也是在七月底会发生 然后再来的话 到九月份的时候 美国拉斯维加时的商用无人机博览会 然后到九月十四号的时候 是我们的台北国际航太纪国防工业展 那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展 所以的话呢 这一些题材其实都围绕在军工上面 而军工还是政策既定的方向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委外 那你必须一定要让自己国防自主 所以这个方向的话 他中长期的方向也没有改变 那再加上说第三季 还有些新的股票 包括经纬或是探机可能要划牌 那应该是经纬也会先挂牌 那再探机再挂牌 那因为这两家的话 都是属于技术能力比较强的公司 所以的话呢 那市场上来说的话 应该就会更引起一些关注了 OK 我们先来看个股好不好 就是军工 军工整个第三季 劳勒均均 压轴好戏 还有这些 所以已经有了今年第一季 这军工股竟然变成标股 结果美国采购铜回去之后 我们就休息到现在 下一波动谁 所以我们看的话 接下来来的话呢 有几个概念里面 第一个的话 包括加拿着亚航 那亚航的话呢 大家要注意就是说呢 在我们整个军工的概念里面 那其实很重要就是呢 包括这一次的后面的台美的军机合作 也就是说呢 因为我们在第一岛链 所以在第一岛链里面的话 那么事实上 他本来就有相当强的 一个维修的需求 再加上说亚航的特色 是因为他以前 本来跟美军就有合作 他很久以前 他就是从越战的时候 就跟美军在合作 所以呢 现在来说的话呢 那因为的话呢 另外还有光纤陀螺仪 这个地方用在飞弹部分 这也是新的一个产品 然后我觉得现在来说的话 第一岛链一直在扩大合作之中 包括就是说美国 跟我们的扩大合作 那或者是说呢 日韩客户跟他 也在签署这个维修的合约 所以这样的话呢 其实这一些都是什么 都是今年刚刚要发生 而明年又会更好的 所以到第三季的时候 他会开始逐渐反映 第四季到明年的题材 也就是说第四季好 你明年成长期又够明确的 然后短线又整理过的 所以的话呢 还有F16的维修认证 现在在计转跟认证之中 所以这是第一个亚航 相对来说的话 股价也整理过了 整理过来看一下 亚航今天是58.2块钱 他算是军工里面的话 甚至比较强的 也就是说有些军工股票 是一直横着走 但是他是一段一段 在往上面创新的 而且就算修正 他也算强势修正的 大盘管波的月线 他还在月线之上 他还是一个强势修正 为什么 因为这一个领域里面 就是说你在属于军机维修里面 那包括像是亚航也好 那或者是呢 其他的这个 长荣行等等之类的 但他们的股本相对来说 就比较大 汉翔也比较大一点 那他相对来说的话 是股本比较小 然后再加上 整体来说的话 你看筹码到目前为止的话 还是维持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是OK 这是亚航 好第二档来看到义奇 那第二个的话呢 这又是什么 这个无人机有些关系 这也是属于先领头 开始冲出去的股票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来就跟美国的 国防AI装置有关 就他已经在出美国的 这个装置 那现在也还在出 那另外的话呢 他又扩大合作在军工影像的 维光模组这边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就是 接下来就无人机 对不对 那无人机的话呢 很重要就是你的一些 关键的零件 那关键零件里面 他跟雷虎也有合作 那第二季的获利的话 其实也上来不少 因为他营收跟获利表现也不错 所以你看他的股价 在目前在军工来说 算是比较易军突起的 比如说现在军工 他还没有整个在发动 可是其实一直有人 在慢慢在创新高 比方说我们先看 汉翔K线也是 我们直接先看汉翔K线 他其实他已经曾经一柱上去 然后又回到锦县附近 有没有 这是汉翔的走势 那我们再看驻龙的走势 4572的驻龙 那驻龙的话呢 他曾经也是上去 只是又回来了一下下 那刚刚刚讲的 这个7402的疫期 疫期他其实也是 短线上来说的话呢 来我们看 他其实也是创新高 然后又稍微震荡一下 就说军工 其实有一些慢慢在发动 只是他还没有整片点燃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觉得可以特别去留意 从6月底到7月开始 陆陆续续会进来这些题材 OK这是疫期 雷虎呢 那雷虎的话呢 这个就刚刚讲的 7月底 就会正式的亮相 那正式的亮相 确定通过之后 就进入采购的程序 那所以这里面 因为下半年 其实呢 还有别的东西会出来 在中科院那边 还有新的无人机的八包 也会出来 那这个的话 不一定是雷虎 但这个是属于大的机器 所以他比较大的话 他单价相对就比较高 所以的话呢 这里军工的话 应该说今年是开始进入 真正的军民合作的时候 所以这种军民合作 他走的就是长期的题材 因为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这些东西 在自己的供应店里面 把它建立好 而不是假守在他人 所以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包括雷虎 他其实跟美国 跟以色列 也都在扩大合作之中 好来看一下雷虎的现行 雷虎也是 在今年4月创高拉轨 然后就整理了 好长一段的时间 对 但你看他其实的话 以短期来看 他就是在这个趋势上面 他其实就沿着这个轨道 慢慢往上面走 那慢慢往上面走的话 等到你接近到时间 越来越近的时候 那往上面托高之后 他其实就很容易去创新高 因为可以用这样子的 一个垫高的方式 去把这里的筹划 把它消化掉 所以这是雷虎上面 好 最后汉长 刚刚已经看到 刚刚已经看过了 高档拉回日K连黑 我们直接看K 这高档拉回 这样子的幅度算修正够了吗 因为又回到了 前波平台整理区 对 我认为是够了 因为我们把时间 拉长一点来看的话 你会看到他其实 这就是一个警线区 也就是说他其实 是已经要过去了 但是过去了之后的话 资金全部都在AI 所以过去了之后的话 没有办嘛 你出的就是 资金全部都在这里 所以AI现在我觉得 他的长期方向 当然是没有错的 但是问题是呢 他短线上面 可能有一些超过他的估值 就估值有些过高 所以那个资金出来的时候 他会进行比较大的整理 那资金出来 在找方向的时候 原来你只有一个人在动 没有办法带起来 那后来的话 资金出来之后 那我们后面走势 我觉得可能就不一样 所以汉翔这个位阶进场安全 对我觉得是安全的 这是军工另外一个 接下来第三季 有机会发动航急的 在生计族群 对他一个生计 生计也休息一段时间 那生计的话 7月的话 当然就有生计展 那除了7月之后的话 后面晚一点的话也有 不过这就是更后面一点的事情了 那不过生计的话呢 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话 那包括像是智慧医疗 精准医疗 或者是细胞跟再生疗法 等等这一些 那这个细节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生计今天有个比较明显的 两种东西在转强 一种就是获利很好的生计股 另外一种就是新的生计股 两种在转强 获利很好的 先看获利很好的 包括今天的这个6472的宝瑞 我们看一下它的K线 那江波图 你可以看江波图 今天的走势图 你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的话就涨了27块钱 那再看看1795的美食 这也是属于获利好的生计股 你就可以看到今天 他也涨了17块多 快要6个百分点 那新的股票里面 有叫做华安的 这个刚刚挂牌 那刚挂牌 也不是刚这一两天 但是算是最近 后来比较新的股票 那一档股票的话 今天盘中是一度 还到了涨停板 这是今天新的一档生计股 所以你看到生计 其实今天已经开始 有资金进去 只是他还没有全面的点火 他就是呢 获利很好的跟新的 今天就看到明显资金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说 你现在把当AI的本益比 都已经上去之后 你再回来看看 获利好的生计股 你会觉得 他的本益比很低 就是说 如果一样比东西的难度 那他难度呢 其实也不比AI低 那但是呢 他的本益比呢 又比他低很多 再加上又整理了很久 所以的话可以看到 两个指标股 当然这里面的话就是 以高价跟法人认同度高的 宝瑞跟美食为主 所以我们先看到 第一个的宝瑞 那宝瑞的话呢 其实都没有改变 他的门槛还是非常高 那今年的话呢 还是会陆陆续续 拿到相当多的药证 然后第三季的话呢 高侠玄米药 可能会拿到美国的药证 那自有玄米药的 为食道逆流 这个药还是非常高的市占率 而且他的毛利也是非常的高 然后后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是 他的眼药 之前就送了 那应该八月会有正式的确定 那这个如果确定下来 明年的成长性就会非常强 因为这是台湾唯一一个 能够拿到美国的这个许可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市场 所以的话呢 你看看到他的K线图 来看一下 所以你看他的K线 其实真的是整理过了 OK 所以这一段时间里面的话 大概在这边整理了一段时间 历时呢 大概就一个月 两个月 快要快三个月的时间了 所以整理这么久之后的话 短线上 短线均线已经开始汇集了 所以的话呢 这样往上突破之后 那这个整个惯性就会改变 OK好 所以生计就要两个是获利好的 一个是新的 刚刚讲的华安 今天市场上面 开始有资金在注意了 OK好 还选了一档 玉龙 为什么呢 玉龙的话呢 也是整理过了 但是呢 第三季到尾巴的时候的话 你就会准备看到 他的新店玉龙城 大概在九月份 就会准备正式开幕了 所以的话 其实玉龙今年来说的话 他的数字也不错 因为去年太惨了 对不对 去年有这个保险的关系 他提掉了非常多 所以一次的把他打光光了 那股价也整理过 但是今年来说的话呢 第一个他本业慢慢回来 那再来的话 新店玉龙城也准备 第三季就要开幕 然后再来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跟鸿海的 电动车的合作 还有还有红华的挂牌 其实都是今年 接下来从第三季底 到第四季可能会有的 今天的股价非常特别 是过去几次 打到了季线 弹上来 打到了季线 盘一盘弹上来 三次都是这样 这一次又破了季线 框手的人卡位 怎么找时间点 我觉得的话 因为这两条线 其实很接近的 也就是说 他会在这个地方 稍微晃一下 但是你如果从时间 把它弄掉来看的话 那其实每次跌破 上次跌破 也是也曾经有 微幅跌破过 所以的话呢 他基本上的轨道 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你拉回到这附近 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布局 了解 好 谢谢惠子老师 请回座了 所以AI涨太多了 产业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估值太高 于是如果AI绿了 让他休息一下 资金有可能回到 这两个族群 第三季的行情 有可能开始发动了 生计族群 今天就已经动了 军工虽然最近整理 但是高档整理 姿态非常的高 这些个股题材操作策略 提供给你做参考了 下一段节目当中 我们谈谈鸿海 最近大盘在盘 但是鸿海好厉害 昨天收一年以来新高 今天盘中创 将近两年以来新高 会不会涨够了 专家说不会 现在看起来还是太便宜 怎么这么说呢 休息一下 听专家怎么说 谢谢观看